你去到过中国很多我们都没去过的角落 你都去过哪啊 西北地区的基本上都去过 东方就宁夏 甘肃 青海 新疆 四川 云南 贵州 广西 湖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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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东北 哇 哇 像江浙一带的 对 其实中国到处都有好吃 哇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中国人爱说就是酒香不怕香生 对吗 酒香不怕香不深 对对对 其实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是很有意思 很值得去找 而且它是骑自行车去到 就是到一个地方 没有计划性 你怎么知道 你刚刚说的 聊天的时候说的 就到一个地方 选择待一天 选择待一周 因为坐假去 其实会有点目的性 就说好 我要写这个地方 我专门去 就很少有没有目的的旅行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 好像还挺特别的 旅行就是那目的 就是体验 对啊 它身上让我感觉到 我有时候在这个 一些老外身上 发现的一种精神 就是哪儿别扭 就往哪儿去 就是你看我在 西北地区的时候 你不然你开着车 我们就走在 一百公里的 遇不到一个人的 我就经常见到 就是老外 背着个背包 然后我们停下来说 要不要搭车 不用了 他就是 我正在享受 对 那边是遇到我 但是我们都没有 你就是那样的 也认为一段时间是 你说这是为什么 就是他 他是喜欢辛苦 也不是辛苦 其实 不是很多老人就说了 就是生活最后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其他的东西都带不走 生出来的时候 没有把什么东西带进来 走了之后 也没有把什么东西带走 就是你生活 所体验过的经验过的 那就是你最宝贵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 反正我觉得就是 哪里有故事 就是哪里的饭香 就是我觉得 哪里有文化 就是哪里的东西好吃 你看看 你看 你发现没有 咱们俩跟人家不同 咱们要到哪玩啊 就享受 那酒店是什么酒店 都要打听 才肯去 因为我年纪大嘛 因为你刚那个感觉 我三十年前的 印象最深刻 我三十年前当记者 那你就是 现在多多大 好老 我是你爷爷背的 恐龙背的 我那时候当记者去 那个 现在缅甸 柬埔寨的 那些地方去采访 跑进去 也是跟一个老外 他摄影我采访 我的感觉又跟你一样 当时还没开放了 去到哪里的地方 我以为我是 第一个进去的 什么秘密的丛林 总是突然 就看到有人 在两坡树中间 吊着一张 那个摇床 布床 上面躺着一个 金毛的老外 还喝着可乐 你看到 嗨 他一堆 我就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他们总是能够用 很奇怪的 很冒险的精神 先跑去 所以要延续下来 可是公道一点说 现在时代不一样 坦白说 在欧洲也好 全世界任何角落 你都看到我们华人 年轻人 也会看到扛着包包 蓝蓝褛褛的去 可是有一个特点 我不确定美国情况 反而是亚洲 至少华人 这样去探险旅行 以女性为多 我们可能在欧洲 某个很小的地方 看到像蒋方舟 一个年轻的 来自中国的女生 被这包包走 也不要这样 也不要这样 鼓励女孩子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也会出事的 那也保护自己 中国的女性 在那个穿藏公路上 你知道吗 搭车的那种 搭车的 你总不能因为这样 不出门 在香港跟台湾 都有一个词 我不确定 我们以前有没有谈过 叫飞机场分手 争后群 飞机场拜拜 通常男女拍拖 比方说在香港好了 那个女生 女朋友跟男朋友说 我们去日本两个礼拜吧 旅行吧 男生说不行了 我不去 你去吧 你找闺蜜去吧 因为他要考虑很多 要工作 因为他以后又养娇 养妻活儿 又工作 我留下来 赚钱 你去玩 对你去 好 那就那个女生 就找个闺蜜 就去了 好了 过了三个月 女朋友又说 我们去欧洲 去法国 去巴黎 去法国南部 去哪里吧 我不行了 我要工作了 又什么 那你去 然后去了两三次 每一次去 男朋友送去飞机场 拥抱 亲嘴 告别 哭 然后回来接飞机 接飞机也是 好高兴 亲嘴 经过三次到四次 通常那个女生 下飞机回来 男朋友再去接她 女生就在飞机场 跟她讲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发现新生活了 眼界开了 那是很悲哀的 因为你出去旅行 就像刚两个小罗说 生命什么都带不走 这是体验嘛 那体验会改变你嘛 所以女生去了几次之后 眼界开了 想法好了 当年也不排除 在外面交了个男朋友 所以回来 就嫌弃那个男的 觉得 就是这样 你的生命世界 就是赚钱 一种没变 对没变 然后她不会想想 男生赚钱 这是可能补助你女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原因 就是我后来觉得 大家觉得男的喜欢新鲜感 但我后来其实觉得 男的其实都是经验主义者 就男的其实很愿意省事的 品牌的忠诚度也很高 但女生其实还是更喜欢新鲜感 就我其实在上大学之前 到高中毕业那个暑假 然后我自己去了一些县城 我就有一些特别奇妙的感受 就你会发现这个空间的远近 它会造成一种时间的差距 就你有时候去县城 你觉得他们的娱乐 是我们五年前看到的 是的 其实你觉得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就有一种特别奇妙 和特别文化隐喻上面的体现 就有的或者更偏远的地方 你发现他们那个画报啊 吃的东西啊 就是那个小卖部的品牌 是十年前流行过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个县城的新鲜感 是很强的 罗朗你有这个感觉吗 你到中国乡间去 其实我也是偏这样的人 就是 也不像男人 就是像女人 有人说过 其实我也 真的吗 就是我 但是有一方面 是人都是有两方面 对吗 我就像我找到一个好吃的地方 我一直都不会变 我就每天就可以去那个地方吃饭 然后偶尔我觉得生活就比较舒服 那我就可以 我为什么要变 生活就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去旅游的时候是 因为我了解我自己这一方面 我觉得其实不管你是哪个国家 你是在哪个家庭长大的 我们都是经济之王 你必须就是除你那个舒服的范围外 还是往外去体验一下生活 不一定是你会喜欢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我最好的朋友张义 就是你们那儿湖北人实验着我跟你说的 就是他带路的 他是刚从西藏骑自行车回到北京 然后跟我分享这一条路的一些故事 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应该去做的 因为我从来没做过这些 所以我觉得当时在路边睡觉的 就是去一些有一个信息没冲凉的地方 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经验 但是到现在那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一个经验 比如说有什么惊心动魄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觉得一一周不洗澡就已经是进行动魄了 其实酸甜哭辣的故事都有 那个时候背背那个野狗咬了一口什么的 就确实是有很多 当时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也不是那个 当时我遇到很多人 就是我去看他是做一个什么面 或者是一个菜还是种地 还是我在陕西去给人那个煎羊毛 就说你可以住在这 你帮我们种地然后煎羊毛的什么 这个就是一种交换 你都曾经当过别人的这个奴奴啊 不是这个劳工啊 放羊呢 真的有一段时间确实是 你靠这个换取人家给你提供食素 反正这个就是一种礼貌对吗 尊重别人就说我不是 因为其实这些人就看着一种怪脸 他们就会说这个你是哪里人 美国的你富裕国家 你看你头发长的就没有修边的 那个脏胡子的破烂的鞋子 你自己也需要剪剪毛 有一些人就觉得我是脑子已经坏了 脑子坏掉了 对 就是你哪有进水的 就这种的问题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你们这种传统文化 我觉得是值得去了解 值得去保留 而且我听说你还在成都 就开启餐馆来了 做了一些私饭 就解答朋友吃饭的那种 我觉得成都生活节奏确实挺慢的 他们就当一个群体来说 就是集体的思想 就是享受生活 喝个普洱茶 绣长城 对吧 就是大麻将 就是就是这种的有茶馆 这个就是他们党地人文化一部分 你比如说你到那些西北西南地区 你跟他们沟通有发生什么故事吗 有一些地方他们不会讲普通话 有一点难 就是到时候我就去找一个人会讲一点普通话 然后说我要表达 就是这个意思 你给我挤下来 就像就说新疆那个地方 我要去那边了解他们的拉条子囊什么 当时我就问到就是老城去最传统就是被人穿的 就说这个地方这小菩萨囊最好吃 嗯 然后我就要过去看看他 他说你不能动手 你不能就进门学习这个东西 我在他门口站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每一天就站在那儿 哇 然后他们就学那个威文鱼了 就写了我是一个厨师 我想了解我很尊重你这个手艺 我想了解这个东西 我想学习 然后我就这样就站在门口 到时候最后他让我进那个店里 学一天一天的时间 哎呦 其实沟通沟通有很多方法 没有没有 这就像过去这个学武功的徒弟 在师傅门口跪一个星期跪一个月 那两个下回高科技一点 拿个翻译笔 我要学厨艺 然后翻译为当地 现在都有这个软件 对啊 像我去内地很多地方 他们听不懂我普通话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软件 可以把语言翻译为英文法文 语文什么都有 没办法把我的港谱翻译为 上海话 什么成都话 四川话 其实沟通鸭讲也很有意思 那会麻烦 其实我刚想说的 那时空的感觉 所以我去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时候 看演唱会还说 你香港来的 我太高兴了 明天去看演唱会 我说谁呢 我以为是什么张学友 张会妹 他说费翔 费翔也 我是不是七十多岁了吗 有个定律 有个定律 这是说在香港台湾 以前很红的歌星前辈们 慢慢年纪大了 慢慢不红 可是呢 一直往西走 往西走之后 还是有他们的市场 所以费翔先生 还能在那边开演唱会 真的 所以说我现在也觉得 我们也得想一想 为什么把这个罗朗请来 就是他去过那么多的 二三四五七八线城市 对吧 其实我们现在也要打开那的市场 但是你打开那的市场 你先要了解那的市场 所以你看我有一个数据 为什么我觉得 罗朗去过的地方 可能比我们这个中国人 对中国的了解还立体 因为呢 现在都讲北上广 你知道北上广的面积 占全中国的面积 0.33% 加上15个 他们现在叫新一线城市 加上15个 也就占全中国面积的3% 那么在97%的广袤的土地上 我告诉你有大约300个地级市 3000个县城 6万个这个乡镇 还有几十万个 不是4万个乡镇 66万个村庄 然后人口呢 是70% 所以现在的商人 做买卖的人 你要能把买卖做到这个市场 下沉到这个市场 那不得了了 对吧 就像我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那个北上广 其实就像是 就像是盆景一样 而且我们都生活在自己 讯息的同温层 你大家朋友圈 每天都是焦虑996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地方 其实你在县城 它没有这种问题 然后我最近开始看快手了 就是我很喜欢看快手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快手上面有一个人 他花了三年的时间 造了一个飞机 虽然只是一个飞机的模型 就是一个A320的一个模型 造了三年 就是他把那个整个过程 每天直播他造飞机的过程 然后你说他会为996这个焦虑吗 他就不会 他在做一个特别有梦想 特别浪漫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 是不是这个文艺工作者 应该把目光啊 和这个好奇心转向现成 好像那比城市生活更丰富一些 对 但是呢 你跟他们还是不是在一个状态 现在就是说 叫一线大城市是江湖 二三四五线城市是道场 你说道场什么 就是修行 其实你的生活方式 有点像找体验 有点像修行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 这个很很倒错 就有一个心理学家 马斯洛 那美国人怎么讲马斯洛 马斯洛 马斯洛 对吧 马斯洛 那么他讲的是什么 人呢先满足了生存 然后再寻求精神的满足 对吗 可是中国现在有一个什么奇观呢 就是北上广的这个 大城市的年轻人 你看他们下的那个软件 比如滴滴啊 或者什么都是我的工具 外卖啊 让我节省时间 让我能够更快的挣到钱 反而他们是在忙着生存 那倒是三四线的呢 他们又这个慢生活啊 他暴露出 就对他来说 他下载快手啊 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抖音啊 这特别火啊 就对他来说需要满足的 反倒是时间需要消磨 反倒是这个精神世界的这个 需要填补 需要有娱乐来填补 你看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有意思啊 之前人都认为 你要到一个异线城市 这是北上光 这个地方才可以发展 北上都钱都花光 基本上是 对 因为这三个城市我都住过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原来是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你要走到最顶级的 一个职业的水平 你必须得去这些地方发展 要么是这样 要么是这样 只有这两个选择 但是现在就是 科技方面 就是像我们所谓的软件 就是让原来远方的东西 靠近一点 而且你不用去找他 他就可以去找你 都是连接 脸通的 对吗 我觉得就是看看 你要寻找 就是寻找什么样的生活 你追的东西是什么 我问你啊 就是你比如说 他实际上现在啊 就是个全球性的趋势 逃离伦敦 逃离纽约 就是因为大城市 生活压力太大了 可是他们讲呢 这里边欧美和中国 还有一个不同 比如对于欧美来说 我如果从大城市选择 去一个乡镇去生活 这不代表我的社会地位 或者社会层级的下降 对吧 这贵族 英国贵族到哪 在村里 他也是贵族 对吧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 就是这山望着望着那山高 这话都会说 就是就是我 我觉得哎 我这个地方就是永远 永远没有出去过 那些都是很光亮 就是很值钱 就是很值得我去追 去了解去碰一下 但是到时候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 这个和我想象是不一样的 反正我就能说是大城市 我不是特别适合住这些地 长期住这些地 因为我觉得生活的节奏太快 真的太快 我觉得我想享受我的生活 每一分钟 不但是我洗衣服也好 还是什么 偶尔我就会选择 其实我的生活也忙 我会选择自己 用手洗什么东西 还是不要用电脑 还是手机写一段东西 就是用纸和笔 因为我就是想要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一部分 我不要离它太远 不管是这个科技 是发展的多厉害 但是这个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 有一个诺贝尔奖 获得者经济学家 叫什么卢卡斯 他讲一句话 他也挺有意思 他说那个 如果不是为了跟人在一起 为什么要承受曼哈顿的高房价 那么你看 像你讲说现在大城市 人都是孤岛 可是实际上你们为什么 你们不还是往里 你们要往这里挤 比如说我认识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都有一个 开文艺青年 都有开一个小书店的梦 就觉得因为大城市 它的这个房价也很贵 然后地段也很高 生活节奏也快 觉得承受不了一个小书店的梦 到三四线城市开个小书店 然后那个地方政府 也给很好的补贴 因为觉得是文化产业 但是开不下去的 就它没有一个人群的集群效应 包括他们也受不了 这个小城市的人际关系 然后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密集的程度 和相互之间的打量 审视追问和亲戚之间的相处 所以他们最后又逃回去了 所以还是就你问了那个问题 看就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就换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没有人会看你的书 永远不会看到你写的字 那我就不写 你不会写对吗 因为艺术就是需要一个观众 就是会享受你的东西 比如说我 如果我今天早上 我在设计一些新的菜 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小饭馆 我就在自己问自己 如果没有人会吃到这个东西 你会摆盘这么精致 还是你会摆盘的风格是一样吗 还是你就会注意做好吃 因为你自己爱吃 你自己要生存 如果是全世界只有我唯一的人 我一个人很孤独 我会怎么样过日子 这应该就是最淳朴的一个思路 这就是城市的人的魅力 我告诉你一个例子 大概许多年前 台湾有个做 20年前做电脑大企业 大企业家赚很多钱 然后他回到他的故乡 大陆叫黄阳村 开展了一个工程 他在那边 他爸妈的故乡 投下很多钱 那地方很穷 他说要干什么呢 这么穷呢 因为那些小孩成长过程 看不到世界 要去北上广打工 离开家里等等 所以我做什么呢 我是搞电脑的 然后我有钱 口袋够深 然后丢钱下来 我要建议 叫千香万财 你们不用出去 每个家庭 每个小孩 一个电脑 而且连接网络 连接了 把世界的窗户打开 什么过来 让你们在那边 也可以学习上班 很大的计划 做了几年之后 没有很成功 那些小孩还是跑 那就去追 他的员工 去问那些小孩 你不是可以 跟家里在一起吗 跟你洗澡 什么都可以享受 对都在那边了吗 你干嘛还要跑吗 然后其中很好玩的 那个报告 好多小孩都是说 我受不了 我难以想象 我一辈子以后 就是跟这些人 一起出生 一起成长 一起到老 你坐在那个地方 这个意思是说 甚至说 你们商处很融洽的 在美国一些community 一些社区什么 很好啦 大家每个人认识 每个人什么 So what 我一辈子 都跟你们在一起 不是说你们是不好 没有新鲜感 不是不好 是不够 我的生命 还有更多的追求 所以刚刚文涛说 我们要什么下沉 这么开脱 好你有你的录像 可是我觉得 我们要更有大致 我们要国际化 以后援州拍照 英文版 语文版 法文版 你要这么想 往外打开 我们的命运就真的下沉了 来死亡了 我连外语都不 我也算 配音嘛 潮流 所以说我觉得 你看咱们为什么找罗朗 我明白了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 有一个概念 叫异乡人 其实你看 他反倒像是桃源明 桃源明你知道是谁吧 他反正像是桃源明 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 好像我们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像他如果到西北 还是到西南 其实你反倒能观察到 比如说是这个爱爱远人村 一一须里焉 什么久在繁龙里 富得反自然 回归自然 桃源明实际上是个做官的 对 他到了农村 他能带着纽约人的眼光 来享受到这个 可是在那个地方的人 看不到 他们是不自觉的 我们还是想象着 到乡村去 他们应该穿着蓝布的 朴素的 朴素的 民族服装 麻痴的民族服装 可是实际上他们已经变了 我去贵州 好 你知道 其实你也很为那里的人民高兴 因为发展旅游业 他们日子不用那么苦了 但是呢 他们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村的演员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们一个团 去导游提前在车上 就跟那边打电话 然后那边村里说 哎 旅游团 又来了 好家伙 家家户户 开始化妆 都有那个粉末登场 他平常不穿民族服装 然后你知道吗 我一 我们一到村口 我一看 一帮黑 就是脸化黑了的兄弟姐妹啊 哇 去结呆你的 就来了 然后啊 就是跳着舞 把你拉到他的家里 然后就让你感受他们的生活 可是等我们走了之后呢 人家卸了妆 该干什么 是因为这个有一个代表性 是因为就 就比如说 有人过来你家 你会给他什么东西 你会铺出来 就最好吃的东西 没有人会去你家 然后你就说 这是我们普遍的东西 这是我们刚从地里 挖出来的那个白菜 享受 好好享受 没有人会这样给你解答 重点是不确定 那是最好的 可是他是觉得 那是理想来看 最符合期待 好多年前在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有个漫画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讲 很简单的漫画 就在一个原始部落 那些土著 原住民都在那边 其实都喝着可乐 看着电视 听着收音机 然后第二张漫画 就是有人用望远镜看到 有条船来 马上就告诉 他的同伴们 美国人类学家来 赶快 赶快准备一下 准备 第三张漫画就是 他们马上把电视机 收音机 可乐 扫到床底 然后把他们那个 把脸就像你刚说的 化妆 化了油彩 全化 拿了盾牌 出来跳给美国人类学家 来看 而且他们 说回 那个漫画 说回现实的 对啊那些地方 对美学也不一样 化妆 我记得我曾经跟几个朋友 去中国某个地方 异教 教了一阵子 然后结束的时候 当地的人很感恩 举行一个晚餐 来感谢我们 是一个晚宴 他们当然是穿上 大红大紫的袍 然后化妆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美 他们那个村 在他们的眼里 他们觉得 北上广来的人 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在贵州的西边 卫宁的上面就开花村 一个小小的地方 都是小熟民族在山上 每一个春节 我就会去大概一个月 帮他们载年珠 什么这样的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记得我就是骑摩托车 那时候开始一零年 从卫宁到前洞南那块 就是挨着广西 也是我一个 我认识的一个 一个洞族的朋友 然后在洞宅那个地方 他们那儿没有路 只有一个这么宅的土路 就是骑摩托车上去 然后去的时候 他们穿的就是那种衣服 他们是天天唱歌 因为唱歌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 所有以前这些 民族的历史和故事什么 就是在他们的那个音乐里面 穿下来的 然后他们吃的东西 也对我们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 去的时候 是对我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白天唱歌 晚上唱歌 就是一直在唱歌 然后他们做的 吃的也是 对一个厨师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过了五年之后 我回来 已经铺那个水泥路 上去就是非常方便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认识 因为都已经改变了 嗯 去的时候我是刚好 因为要回去这个地方 录下来他们的歌 我就买了在美国一个 很高级的那个录音机 到春子的时候 我就问这个老太太在哪里 她说在那个地方 她的家已经变成一个小埋布 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小零食 可乐这个东西 衣服已经改变了 不穿他们自己手工织布的 那个衣服 喇然的衣服 然后有那天晚上我就说 我带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可以录下来 她说哎呀不想唱歌 第二天 我就是在他们房子 就原来租的那个房子睡觉 第二天早上就是这个旅游团 有那个面包车一个一个来 孩子都准备好 穿他们的传统民族的衣服 过来唱歌 他们就是在家家户户的家 他们准备点东西 吃个饭 他们就参观一下那个小袋子 然后就走了 当时我我想到 一年以前的那个去宁夏 骑自行车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看一种鸟叫化媒 化媒 化媒就能唱歌很漂亮的 对 然后当时我看他在一个笼子 就是人有六鸟的那个习惯 然后那个鸟就开始唱 我就录下来用手机录下来 后来我在想就是 你越好你越没 我们就要把你藏起来 关起来在一个笼子 我也是人 我也想发展 我也想看电视剧 我也想吃这么多的好吃的东西 对他这个比喻特别好 这就好比说刚才咱们聊天 他是出生在德克萨斯 对吧 对 那么如果我们去德克萨斯 我可能会问你的父亲 会 牛仔裤 牛仔裤 你穿一个牛仔裤 你给我看你的那个 Six Shooter 你带我出去 西部电影里面 对对对 那德克萨斯还是这样吗 其实有一些地方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 你看就是在中国旅游经典发展的 也是这么一个思想 就比如说很多外国人 也爱睡了功夫还是什么 他说我要去中国 然后到了上海的时候 你们那个衣服不是有那种扣子吗 去哪里学那个武术吗 他说你去河南 小林寺你可能去看到了 这里没有 那你们那个炒饭啊 你面对 就是他认为就是在他的脑子里 人就是这么定的 人应该是长的是这样的 科板印象 他们应该是怎么做 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应该是怎样的 像德州人不是连睡裤都是牛仔裤吗 不是 你去那边去找吧 所以你看这老罗 他还是永春高手的 你知道吗 他当年到中国 还没出来 学永春 但是嘉惠你觉不觉得 他刚才讲的 确实现在就是一个全球 联合国应该研究研究 咱们这个话题 咱这个节目真能上联合国 这是个联合国性质的问题 就是说 也许到最后某种民族文化 就像这个画面一样 如果你要让它存在 你就弄个笼子 让人们来观赏叫保护 可是对于龙中的鸟来说 我也想从三线城市变成一线城市 对 这个矛盾 联合国应该怎么解释 一场生活也是 像香港我记得 以前我参与过 要保护老区老房子 有些三层四层的 二次大战前的老房子 有一阵子政府说要拆 我们就很热血 说不行 文化遗展要保护什么 要让而且要不然把人家逼走 那些居民要住在那边 结果其中一个居民就跑来说 我也想坐电梯的那个大楼 你干嘛一定要保护着我 逼我每天走楼梯走四层 是不是说有些东西的消亡是自然的 早晚也会消亡 最后会变成一个像博物馆一样的一个存在 其实博物馆是很有意思 但是你想住博物馆吗 真的 其实我原来我可以说 说实话 我原来也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原来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 我记得走了差不多半年 我一个校友 他就给我发一个邮件 就说哎怎么样怎么样最近怎么样像这样的 你那个朋友做什么呢 然后我们的食堂饭还是一样难吃什么什么 然后他说哦对了 那个用和宫那边 你以前特别喜欢穿的那个胡同都被拆了 然后很难过 我就觉得哎这么漂亮 因为确实中国人不是觉得外国人都喜欢去看胡同什么 就想住一个色贺院吗 对 因为你就想去体验跟你本国家 你本文化当中没有的东西 对 你要去 这是为什么我说实话 可能是很多人不会喜欢我说这句话 但是我真的不理解 那么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 然后就是要吃汉堡吃 披萨只说我不吃中餐 我不做这个 我不想融入这个文化 那你要不就留在你的国家 对吗 不是有道理吗 你这个同样的 我跟你有同感的问题是 我不理解有些中国旅游团 为什么还要 到美国还是要去中餐 提供那个热水壶 要带着榨菜 要带着方便面 你为什么不去尝一尝新鲜的食物 那这个你吃三天 我吃三天的这个西餐 我现在我也受不了 我要吃越南河粉 你没有吃我做过的菜 是吗 对 但是我觉得刚刚他说的 其实也是我一直特别大的一个困扰 把人家当成一种景观式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回到城里 然后展示一下 你跟他们的生活又离开了 只是把他人的生活当做是一种景观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一个悖论 包括我后来其实觉得 这是因为城市生活太 真的是太没意思了 或者说太同质化了 就我听到无数的作家跟我说 说城市无故事 你知道 就是因为觉得城市是没有故事的 它只能记录人的生活某个片段 但如果你要找戏剧性的 永恒的 有特色的东西 你就只能去这个县城 乡村 少数民族 但是你去 你又把别人变成一种景观 并且希望别人永远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永恒的矛盾 你比如说 所以我就开始解释了 就是罗朗一开头 他是 其实你还是没有融入当地社会 没错 实际上在人家眼里 你还是个老外 对 所以你的乐趣也就在这 就像比如说 我也可以到欧洲的一个乡村 住一个月 没有问题 但是一辈子呢 但是你要住一辈子呢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去 光就是我09年 搬回来中国的时候 去看这些胡同 我就是搬回北京 去看了这个拆了 那个拆了 我一过去看了 就是那边人住的 就是一个姓房子 我就为了 真的这样了 但是你北京 夏天八月份的时候 你去体验过公厕吗 确实是他们想觉得 如果政府给你换一个高楼的 你这块地收起来 然后就给你新的家 谁不愿意 有暖气 有自来水 有这个东西 我贵州的朋友 原来去的时候 他们就是家里都没有通电 每天早上我要去河边跳水 就是在为你那块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什么 他们也是一个小转房 小小的就是 那个村子里 有几个家庭用的 那个厕所 对吗 对 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吃的什么 肚子不舒服呢 你生病了吗 你发烧了吗 你觉得这个 一直用这个是方便吗 所以这个不对 这是为什么人觉得 你是一个富裕国家 为什么你没有坐飞机 要过来 我坐飞机从北京飞到西安 那中间呢 那么快就几个小时就可以 你一切你都错过 如果我要去旅游 我要真正地了解 这些人是怎么过日子 这些人是怎么生存 这些人的每一天的 那个生活习惯是什么 他们怎么生活 这个对我来说才算是理由 对 他们有一个塔吉克斯坦的一个 在首都都上别 我遇到了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小孩 21岁 一个大学生 然后就突然拦住我 就说那个 我能不能跟你 就用中文说的 能不能跟你练习口语 学中文的 对 他是在孔子学院学中文 然后想拿到孔子学院的奖学金 然后到北京的学校 做这种交换项目 所以他要考试 他要找我练口语 因为我记忆中都是小时候 在街上遇到外国人 然后找他问他能不能练英语口语 然后第一次碰到一个就是 这么一个人 然后还管我叫哥 说哥我能不能给你练一下这个 然后当时我虽然就是觉得 没想到 然后也因为有自己想去看的东西 本来想拒绝的 后来我一想 一个想跟你练中文口语 又管你叫哥的人 你真的没办法拒绝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跟他开始聊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的故事 就他想去中国 想去 想去 对他来说 中国是个发达的国家 是这样 他们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 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选择吧 比如之前呢 可能是去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 不好去 他的政策也在变化 之前是苏联吧 去俄罗斯也是一个 因为可能更容易去俄罗斯 但是中亚的人去俄罗斯 一般都是做 很苦 很苦的工作 是吗 就是什么农民工那种的 女的比如做保姆 做清洁工 做建筑工人 没有那种白领的工作 给这些中亚的人 所以现在新兴的一个 中国作为了一个选择 开始出现了 然后这个小孩 就想学中文 从二十多岁开始学中文 然后我们就一起 大概在杜尚别 游荡了大概一周的时间 每天他都跟着我 我去哪他跟我 他们对前苏联的总体的印象 是什么 就是当地的老百姓 是别克斯坦 他是克斯坦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认同吧 文化认同 因为毕竟他们 俄语是他们最重要的 这种基本相当于母语的语言 然后又以前的历史 然后现在他们可能很多 跟外部世界的连接 还是通过俄语 或者通过俄罗斯这个渠道 相比美国的影响 和中国的影响 俄罗斯的影响是 比他们更大 更大一点 还是更大一点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有些地方啊 好像是被现代化 遗忘的角落 这个在他去的那个中亚 有些地 很多地区都还是这样 你能想象到吗 可能还是前苏联时候的景观 但是呢 这个旅游就好像堕入了另一 过去的某个时空 也有一些那个照片 正好咱们这个创威电视 可以放放照片啊 这个是哈萨克斯坦 那个苏联的核爆试验场 就就前苏联 说是第一颗原子弹 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然后最后 这个弹坑形成了一个弧 然后他们治理了很长时间嘛 就是苏联解体以后 这是我在那个核爆试验场 穿着那个防护服 现在还有放射性啊 对 然后就刚才那个 其实我还想 讲后面的故事还挺有意思 那个小孩嘛 他叫幸运 自己起名叫幸运 中文的 自己中文名叫幸运 对 然后后来就是我 我遇到他也要跟他走了 这么几天 然后回去以后 我就写这个书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在杂志上 先发一下 赚点稿费嘛 然后发了那个以后 就可能被转到 塔吉克的华人群里头了 因为华人群也不多嘛 就转到那个圈子里了 然后他们他们老师也看到了 可能大使馆负责这个 考试的这个人也看到了 然后他就考试的时候 他就被认出来了 就知道 这个听他的故事 看过 知道 然后他就真的后来被选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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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 孔子学院的这个项目 然后就到北京上学来了 偶遇改变命运 为中台人民有益 做出公贤 而且他们等于说 对于跟中国的这个 这个影响非常认可 对吧 有一种 多一个选择 因为他本来你看 要么是俄罗斯 要么是口口可乐 对不对 现在中国提供一个 不同的文化选择 对 其实这个 转变就这个十年 其实特别大 我还记得我 那时候刚刚就是去埃及 去留学的时候 我问他们当地人 比如对于中国的印象 这样那样 就比如说一开始 他们会觉得中国的 就这个Made in China 相对来说 在那个时候 还是一种比较 比较廉价 质量不太好的 这个东西 到你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是好的东西 对吗 好像在很多中亚国家 相对来说提高了 对 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时间的 很多这个变化 其实很多的 这个旅行作家 他们的东西 产生的影响力 或者说 之所以受到关注 就跟他这个社会 这个文化 发展到那个时候 需要怎么去看世界 这件事情 就特别的有关系 我记得就是一个 就是做美食的 那个波尔顿 安东尼波尔顿 为什么他的 就是这个美食节目 那么受关注 是因为 那个时候美国人 他们只知道吃 就是他们的这个东西 对于东南亚 对于其他文化 还有东西吃这件事情 都不知道 所以他有一种 突然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就像你这本书 就非常之畅销嘛 很多人在说 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 大家对一个 他非常畅销 对 也还好 你过半第一名是吧 那时候 对 够下一趟旅行的 对 你觉得为什么 大家突然 对你写一个中亚 那么的感兴趣 我自己觉得 我看了 第一我觉得你非常用功 那么第二件事情 我也其实蛮困惑 想问你 就是说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觉得 大家对旅行这件事 或者说 对于外部世界 想知道它的兴趣 我自己觉得 是在缩减的 就是很多人去旅行 没错 但是旅行的这个地方 对它来说 是个美术背景 到那儿 我拍婚纱照什么 说什么 我去哪都可以 人家不是有这种服务吗 去拍个照片 干嘛干嘛 打个卡 真正去想了解 这个当地的人 当地的历史 风物的兴趣 我觉得正在减少 但另外一方面 你看大家对你 这个书的幻音 是不是又出现了 一个极大的热忱 是什么呢 就像帕米尔高原 在远方 有一个山在那儿 我关注的 其实是在山下生活的人 我觉得打动人 可能是 还是那个人的故事 人的命运 跟我们同样的人 然后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他的命运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是这种人性的东西 有更打动人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历史知识 或者我觉得那些东西 可能就是一个 像山一样 是个背景 有一种旅行 感觉是没有人的 我们直接跟当地的人 不发生关系 去那儿就是什么东西好玩 什么东西好吃 什么东西好看 这是一种 但是他呢 是特别爱跟那儿的人打交道 我觉得 因为写作的话 必须要写人 对 我觉得旅行跟旅游的 一个本质区别 就是旅行要遇到人 旅游的话 其实是 我觉得是工业革命以后 机器解放了人的身体 你要去出去休闲的 你要放松的 所以那你就不用 干嘛还那么累的 跟人打交道 只是享受生活就好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是旅行 要写东西的话 我觉得觉得 必须得跟人相遇 所以在当地 在那个伊塞赫湖畔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么两个人 在我去那个湖里游泳 他们在那儿铺着一个 沙滩上铺着一个毛毯 在那儿喝酒 穿着那个泳装 然后他们看到我以后 可能喝得有点 已经有点醉了 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就因为看到外国人 因为那地方很少有外国人去 就让我过来 然后过来以后 我就过去了 然后过去 他们吃了一惊 因为没想到 我真的会过去 然后两个人就往旁边 挪了挪了挪 让我把中间 那个毛毯 那个部分让给我了 然后我就坐下来 跟他们一块 你坐在俩姑娘中间 对 然后我递了这一瓶酒 啤酒 我本来是自己 到那个湖边去喝的 然后他们看到那个酒 可能就叫我了吧 想喝酒 然后我就给他们倒了 然后就一块喝 然后我是怎么对他们感兴趣的呢 就是 他说了一句话 其中一个女孩说了一句话 他说那个 因为我跟他们干了嘛 我干得很痛快 就一下就干了 一杯啤酒 他说 我看你喝酒挺像俄罗斯人的 那你的教养 是不是像欧洲人 就他自己有一个区分 就是欧洲人的教养 比俄罗斯人 在他们看来 就当地的俄罗斯人 或者之前的那个 他们生活周围那些人 都是酗酒啊 然后打老婆啊 都是那种的 所以他们会觉得 欧洲人喝酒很有教养 然后他看我这么喝酒 他说你喝酒挺像俄罗斯人 那你教养是不是像欧洲人 然后我听了这句话以后 我觉得这两个人挺有意思 好像是我要寻找的那种 会发生故事的人 然后我就决定跟他们喝到底 然后我说我的教养像中国人 他说那个 中国人 我们听说中国人都那个 都不喝醉 我说是 他说那个 他说这边的人都喝 就是都酗酒 喝完就喝醉了就打老婆 然后问我 中国人打老婆吗 中国男人打老婆吗 我说一般不打 你应该说我还没老婆 他说一般不打 然后他说 我们喜欢中国人 然后就 就坐下来跟他们发生了 这个这个继续的这个交流 之后他们就说啊 要不要去镇上的一个餐厅吃饭 那个地方的鱼很有特色 然后我说行 然后我们就收拾东西 完了就往回走 路上就没有车 打了一辆黑车 打了辆黑车以后 坐上去以后 他们捅了我一下 说那个开了一半的时候 说能不能回去换一下衣服 对我说行 然后就那车就掉了个头 就回他们住的地方了 因为住的地方就是一片荒野上的一个那种 有点像我们北方那种筒子楼 那种感觉的那种房子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他们同一个时代建的 就赫鲁晓夫时代建的 然后现在已经变得就是很破败吧 歪歪扭扭的那种 然后他们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 那个 我就坐在那车里 跟那个吉尔吉斯那黑车司机 那个人会说两句英语 就跟我说 能感受到就是 作为一个吉尔吉斯的当地的男的 对这种俄罗斯女的 他们也看不起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是在那儿那种环境下 其实是一种非常 既格格不入 就是又没有身份的归属感 所以那种感觉 就我觉得一下就体会到了 后来那个人就 那两个女孩就出来了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就换了一身衣服 因为是有那种去大城市 要去party那种盛装的感觉 大事是吧 去餐厅 然后换了装 然后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餐厅 后来就是他跟那个 我觉得他当时可能 他也没想怎么样吧 然后可能到了那个餐厅以后 看我可能也没怎么计较 这些他们点菜这些事吧 就觉得那要不然再多转一点 然后我就可能跟他那个女招待 那个吉尔吉斯人 就说吉尔吉斯语 说你什么 就是那个酒啊 你多加几个这个 这个什么呀 零头啊之类的 对 我关心的是 你这书里没写 就是最后呢 这个紫超一看 看到账单 账单不对啊 这俩女的 看出来了 但是你没写 那最后你是就认了呢 还是 哦没有 我就画出来了嘛 因为我们点那个酒 没点那么多 最后你就不肯让他们 把你的钱给挣了 对对 然后我就跟那个女招待说 这个账单好像不对 这是中国人的教养 中国人的教养 我以为要叫我 也就那就算了嘛 骗就骗了嘛 对吧 我能想这个 我们中国的面子 不能由我给丢了 对不对 这说明紫超还是个仔细人 别说 主要是那个 你不愿意上这个当 就是说 不是 我就是 主要是这个 他那个有点 稍微多了点 要稍微少一点 我就算了 然后就比那个实际的 要多的比较多吧 多了一倍多 然后我就想 我就因为给看出来了 就花出来了 所以你看 他这个旅程当中 你要跟人打交道 就各种各样 这个有意思的人 你让我想起 我这个当年 曾经有过的一些幻想 比如说像上个世纪 就是60年代 美国60年代 很多年轻人 也是 那个时候是世界性的 一个青年的潮流 就是包括你像那个 约翰列农啊 比豆斯 他们这些人 就是凯罗亚克 就对凯罗亚克在路上 然后就是跑到印度去 找什么新领导师 有些人可能就是 上喜马拉雅山 也是穷啊 这年轻人 照咱今天讲 你不找工作吗 你就 你不挣钱吗 但是那个时候 好像这个很多年轻人 就是留着长头发 穿着破牛仔裤 然后也就是开着辆 就是什么 哪都响的那个破车 几个男男女女 就横穿美国东部 到这个西部 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朋友 是台湾的一个作家 就是舒国志嘛 舒国志 一直到很老了 到现在 才稍微安顿下来 他这一辈子的 你看观点就是 我不要买房子 我就是 也不要挣那么多的钱 我就是 他在美国 他有变了美国 所有的州 但是实际上 兜里也没有几分钱 但是对他来说呢 就是一种体验 我觉得我其实也有目的 但我的目的是 可能是写作方面的目的 不是那种纯物质性的目的 然后我觉得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 又回到那个潮流吧 比如现在 西方最流行的一种 就是年轻人最流行的 那种方式叫nomad digital nomad 电子游幕 电子游幕 对 就是说你有了一个 因为现在这种网络很发达了 你不用去公司上班 你不用做朝九晚五的这种工作 你接这些散活 你这种电脑 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 然后他们很多就是 变成了这种电子游幕 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完了就全世界的在玩 然后在旅行 然后每天晚上跟他回去以后 干会儿 干会儿活 拿那电脑 干会儿活 把那发过去 你说这个人心里 是不是都有个游幕民族的灵魂呢 我的第一个 你觉得人类的基因里 我的电子邮件 我到现在还在用的一个 那个电子邮件的名字 就是那个nomad 我很早去注册的 像那种书上一般有这种 所谓的叫Facebook 就是那种短语的那些书嘛 就比如我想跟人搭话的时候 我就刻意地先学 完了背下来就找他搭话 比如我问他什么 叫什么名字 Ismingis Nima 然后我问他有没有孩子 Bolala Ringis Bomi Bolala Mingis Bomi Ismi怎么跟阿拉伯语一样 对他们有点相通 对像他们打招呼 我去乌克兰我也发现他们语言里面有 俄语英语都有 对对对 俄语里面好多英语 对对对是 对都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叫那个就是写的叫这个 失落的卫星嘛 就深入这个中亚大陆 我刚我当时刚看了一个纪录片 讲的是一个伊朗的一个女商人 她自己掏钱要去太空嘛 就找到俄罗斯帮她就是发射那个火箭上去 然后呢那个火箭上去以后回 她就是在这个中亚嘛 回收就是这个火 这个火箭脱节的这些东西往下掉的时候 包括他们这个回程 就是在中亚那些就是这个游牧 在放牧的荒野上 就看到那个大卫星 不是大卫星 就是那火箭那些东西掉下来 底下的都是在放羊 就这种高科技和这种非常原始的 就像你说的在这个 这个琥珀般冻结的这样历史的这种 这个感觉是结合在一起的 当时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就很震撼 然后我就我也蛮感慨的觉得就是 因为我跟你可能刚好差了大概六七年到十年 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跨度 你大致上也是那个方向 对你比她年轻六七年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说的不是不是年龄 就是说就是在我那个时候 我们如果想去看世界 基本上我得想我要去哪一个大机构工作 就是选择非常少 你一定是一个国家级的大机构 不然你哪有钱哪有签证的问题 对吧怎么去解决 那么到你这块的时候呢 你们八十年代以后的人 就是一个是签证有了更多的这个便利 二一个就是各种其他的这个杂志也出来了 你给杂志写 他相对来说就更灵活 从时间从各个方面 还有你就很多人自己也去看 他进入到那些建筑里面 就是中东的那种建筑里面 从那些菱形的窗子里面射进来的这个阳光 他在那边感受到的抑郁的这种风情的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特别就心里面就特别的相通 就是那种你可以把自己完全放生到 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那种感觉 就被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陌生的气味陌生的光线包围的那种感觉 就是旅人可能在路上最追求的那种东西 而且还没有游客化 对对对对这个特别重要 不是我们现在平常说的那种旅游 就是你说的苦行也好 穷游也好 现在你让我去哪 对吧 不舒服那我是不能去的 但是呢 现在去了海滨呢 去哪啊 什么去了很多地方 可是记忆不深 我记忆最深的 我就说我一说再说的 其实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一年的寒假 一年的寒假 失恋了对不对 哎你看人家又跑活了 甭管是不是失恋啊 他是这样的 我一个人从厄西 这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走到这个湘西 其实也不是一定要那么不舒服 但是有的时候呢 好像就是有点找不舒服 比如说那就是那个小型夜 不是风餐露宿啊 碰见谁家 就像你比如说你在那个杰尔吉斯斯坦 可能有什么homestay就住homestay 没什么homestay碰见一村 你就住到那村里去了 我也是就住到土家族人的这个家里 然后跟着人家吃饭 然后呢 你说这个旅途寂寞不寂寞 但是那种寂寞呀 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你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搭上一个车 因为也没有钱 我身上就是带着80块钱 然后呢 上了一个香港 那个时候我叫香港旅行团 香港旅行团的一个长途的那个车 哎 蹭上人家的车 我当时呢 只是买了就是三个烧饼 我说一顿饭吃一个 然后呢 那个时候就剩那天最后一个烧饼了 然后我就在嘴边要吃的时候 光当在那个盘山公路上啊 就那个车一震 啪鸡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 就滚到前面去了 滚到前面去 我说这饿呀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拍了往外看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耐克旅游鞋 咔一脚 就前面人就踩着那个 哎呀 我就在这车上 我就犹豫 我说这个 过了还吃不吃 我想了半天 我最后就从座位底下 我坐在最后一排 我搭人家车嘛 我从这爬过两排座位 就把那个烧饼 天哪 说人家就手里弄出来 蹭蹭蹭蹭蹭完了 还是吃了 苦不苦也很苦 今天让我再那么干 打死我也不行 可是我要说的是 为什么我都五十多了 我这个事就跟祥林嫂似的 我跟人家说过不下一百遍了 我老说老说 就是说你这个生命 烧饼好吃 徐老师你说怎么算活过一辈子 所以要改一下 旅行要趁早 嗯 旅行也不难 把张爱玲的画要改一下 对 你看那少年的精益 穷的时候旅行 这个刻骨铭心 很好 很好 而且你 你们现在去那些 那个那很多杀堆的 你们两个人说什么 雕刻 大时光的雕刻什么 也很苦嘛 我看你们都去的那些地方 对 你会 说我们那个 强强行天下 那都是专业团队 在人家在后边保障的 那个 那个真不一样 那你说 那么长的路 你精神上是个什么感觉 比如因为那地方 没有公共交通 很多地方 比如你 去帕米尔无人区 人家也没有人 没有人去哪 那你就得花钱去 雇包车 雇当地司机 带你去 那其实 就这种 反而是这种旅游开发的地方 因为有 雇成熟的线路 所以它 你能花很便宜的钱去 那有的地方 这种没人去的地方 反而要花很多钱 所以我不是追求 吃苦吧 我觉得是 而是 这个过程中 为写书啊 或者是为去看那些地方 不得不吃苦 但也是花了不少钱 去吃苦 而且呢 徐老师 你讲文学是人学 我发现他有一个什么呢 他到哪儿啊 喜欢跟人打茶 我发现你就是碰见一人 好像就跟他聊聊 就跟他聊到酒吧去了 晚上就喝酒一块喝 就一路上 你得跟多少 就是比如说到塔什干 或者到什么萨马尔罕 可能碰见一个人 跟他打招呼 就是你看旅途当中 你到了异国呀 这种陌生人之间 甚至语言也不太通 他是写法是蛮特别的 游记通常是这个 作者本人很有名 已经是个文人了 他对一个地方 很多都是抒情啊 这个井是为了抒情的 那后来也有一些作家写 比方像朱志钦 他们写欧游 对吧 徐志摩 这个 肥冷 对 那个 等等 那都是作家 他们观察外面 好的东西 看 他有点像小说 对不对 他不是完全是说 我来写这个地方 或者这个国家的 这个风景啊 名胜啊 什么东西 他有很多这个历史的符号 但是马上进入一个 很具体的 很小的故事 我佩服他主观上 做这样的努力 但从大的这个角度来讲啊 这个也许是中国这个 国家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 就是叫 以前叫什么 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 现在是真的放眼世界 现在你看各种途径 不仅是参加旅行团 旅行团也好 很多大妈到巴黎 罗浮宫前面跳舞也好 但是像这种出现 某种意义上 它其实也像18、19世纪 英国、法国的很多人 在全世界 漫游 对 有这种漫游的感觉 它报道了一个他们国家 所不知道的 在我们这里很普遍的一个东西 它写的时候也是为了伦敦 或者巴黎的具体的读者 以后会越来越多 我也蛮好奇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看很多写中国的外国作家 他们的作品 被翻译成中文以后 那么中国人很喜欢看 他们怎么写自己 对吧 你像比尔波特 像何伟 像那些人 大家很关心 他们怎么写我们 那你写中亚 他们会关心 你怎么看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